皇上说这不算完啊 把他尸体焚化 挫骨扬灰 这其实我就更惨了 一哈长的大钉子 被钉在了墙上 活活钉死了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47年的9月初四 在围猎回京路上的康熙皇帝 终于爆发了 当着所有隋家王公 以及皇子们的面 他宣布了要废太子 皇帝与太子之间心中的积怨 由来已久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康熙皇帝决定废太子呢 因为这老皇的心里啊 他害怕了 就因为前几天啊 十八个病亡 这太子作为哥哥呢 未能表现出悲伤之色 于是这康熙皇帝 就大骂了太子一通 随后就发生了 障殿夜景的事情 老皇帝自己是这样说的 朕家已则让愤然发怒 每夜逼近不成 裂缝窥视 从前索额图预谋大事 振之而诸之 今因人欲为之报仇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 这太子应仍用刀 在皇上的牛皮大杖上 拉开一刀缝 每天就从这缝里啊 窥视自己的父亲 这事啊 听起来啊 倒是挺可怖的 老皇上就认为啊 前一阵子呀 因为这索额图谋逆 就把索额图给处置了 这索额图啊 实际上是太子一党 太子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伺机给索额图报仇 其实这话说出来呀 咱们就能感觉到 这老皇上完全是气懵了 怎么说我也不信 这太子应仍会因为一个外人 向父亲寻仇 并且呀 这样做了以后 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那么是谁 在十八阿哥死了以后 皇帝正伤心的时候 火上浇油的 举报了太子呢 这个人呢 就是垂涎太子之位 很久的大阿哥 印之 这印之啊 没意儿添意儿 没之添之的 跟老皇上说呀 老二硬仍这样做呀 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在您出来围猎 这两个月当中啊 我负责您 营帐的安全工作 每天值班 几乎都能看到他 在您的大帐外偷窥您 这皇上一听 立刻就急了 这还了的 于是啊 就有了九月初思上午 废太子的一幕 康熙怒斥完太子以后 毫不客气 立刻命随从人员 给太子套上了枷锁 这太子也吓坏了 幸好啊 这三十年的太子没白当 到这会儿啊 太子还不是很慌张 他连忙啊 向皇帝启奏道 皇父 若说我别样不是 事事都有 只是这视逆之事 我实无此心 这太子的意思是说呀 您说我什么欺负兄弟啊 打骂老师啊 对大臣不好啊 这些个错啊 我都承认 您要是说我要想谋害您呢 我是绝没有这个心 关键在于啊 这康熙老皇帝 他不糊涂 太子这余句话 一下子就惊醒了他 皇帝一想 对呀 虽然太子啊 有千般的不是 可是就凭 仗殿夜景这一条 就能说明 这太子 有谋逆的心吗 这我呀 是只看见太子 窥视我国一回 那其他的几十回呀 那可都是大阿个告诉我的 结合大阿个印之的人性 和平时的所作所为 这康熙皇帝就想了 这印之 是不是垂涎太子之位 有意陷害印人啊 可是开宫没有回头见 九五至尊的皇帝 那说出话来就是圣旨啊 于是啊 这康熙皇帝一咬牙 还是把太子给废了 就在废太子的同时 这皇帝啊 也认清了 他这位长子大阿个的嘴脸 要说呀 这老皇上真行得出来 竟然啊 明旨颁布天下 朕将朕公安危 托付与职王守护 但绝无废应仍 而立职王为太子之意 职王为阿玛之事 忠心行走 然性情暴躁愚昧 职王朕实无立为太子之意 您听了吗 这康熙皇帝够不够狠 康熙老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最近我看着太子行为怪异 所以呢 就把我的安慰啊 托付给职郡王 我的大儿子应之了 这应之啊 平时替爸爸办事啊 还是很忠心的 不过这次啊 我废了应仍 但是绝没有立应之为太子的心 因为这应之啊 平时不但傻乎乎 而且呀性格暴躁 我在这儿啊 先提前的告诉你们一声 得 这皇长子应之啊 算是白忙活了 在九子夺敌的斗争当中啊 第一个就被这爸爸给踢出局了 随后这位猪脑子的大千孙应之啊 骚操作是一个接着一个 先是觉得自己虽然做不成太子了 一定要保举自己的一个好兄弟 做成太子之位 谁呀 就是八个应四 随后他要跟老皇帝说呀 他可以替康熙杀了太子应仍 这样呢 爸爸呢 就可以不用背负杀子之名了 就在他洋洋得意的 认为自己这波亡羊补牢 妙计得逞的时候 哎 他又被人举报了 这三二个应之 举报大个应之 掩阵太子 说白了呀 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 这一波骚操作下来呀 这康熙皇帝 一下子就认清了一点 首先说呀 这看似适得的太子 太不容易了 这兄弟们啊 都虎视眈眈的盯着太子这个位子 最可怕的呢 就是自己皇子当中 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呢 已经暗暗的勾结在了一起 形成了党羽 可是这废太子的话 已经说出来了 这挺大的皇上 总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于是这皇帝就决定 以救以救吧 既然废太子呢 就先把他废了 然后再复利不就结了吗 这把他废了呀 也是对他人生当中的一次警告 这人无压力 他不进步吗 于是啊 他就时不时的跟身边的大臣说 哎 今儿啊 我又去看太子家了 这太子啊 病明显是好了 也不是很疯癫了 看样子 前一阵子还就是有人眼镇他 你看 他现在一天比一天清醒 这情绪啊 一天比一天的高涨 可是怎么才能再复位太子呢 这老皇上啊 是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还是啊 启用这满族 选新军的旧制 让这满朝大臣呢 攻推出了一位太子 这满朝的大臣呢 跟着废太子 都有三十年的君臣之意 那保不齐啊 就有这朝中重臣 站出来保举应仁 哎 我这不就就坡下旅 把太子复位了吗 可是啊 让这皇上失算的是 他来了 经过两分投票啊 这朝中大臣一致认为 应该啊 推举八个 印四为太子 这原因呢 咱们前面几集交代过了 因为这印四啊 脾气好 素有八贤王之名 这满朝文武认为啊 一旦印四做了皇帝 他就不会啊 像康熙这样 什么事都前纲独断 自个儿拿主意 事情呢 就会和大臣商量 所以啊 这大臣们手中的权力 无形中就扩大了 当时这老皇上心里 这层气呀 皇上心想 我要复离太子这事啊 天下人都看出来了 你们这些大人 就是装糊涂 难道 我这几十年皇帝的威望 还比不过 一位所谓贤德的储君 给你们带来的 虚无缥缈的希望吗 要说这康熙皇帝啊 打架拍板砖 还是真有出手的 他竟然说呀 孝庄皇后 和孝成皇后啊 给他托梦了 在梦里啊 就批评着康熙皇帝 说对太子太刻薄了 不应该这样 应该啊 复卫太子 那么镇公呢 既孝顺又怀念王妻 所以啊 我得听他们俩人的话 就这样 这皇帝啊 自己给自己 切了个台阶 就下坡了 在半年以后 就复立了应仁 为太子 皇上把这应仁啊 叫到跟前 跟他说呀 就俩事 这其一呢 你得把你身上 这些坏毛病都改了 这样啊 才能成为一个 合格的大清帝国 接班人 这二来呀 这些满汉的成功啊 推举半天 这八个印寺 为太子 你呢 不能记仇 在这以后啊 你可不能挟私报复 这太子呢 自然是跪下磕头啊 连声称事 可是啊 这不报复容易 这心里 他能不记仇吗 这太子心里啊 就和这老皇帝一样 老皇帝 在这次非太子当中啊 认清了很多人 很多事 同样 太子也是如是 这太子 心里就想啊 好去 这老大 老八 老九 老十四 全盯着我屁股底下 这把椅子啊 这大个 您是一点 手足亲情都没有啊 怎么着 还想害我 得嘞 既然这爸爸呀 重新把我 复立为太子 我呀 还是早点找手 做准备吧 我得培养自己的势力 有自己的队伍 有了这个打算之后啊 这事儿就好办了 他是太子啊 想拉拢个别朝中的大臣 还不容易吗 再辙了 臭味相投的 给自己的政治生涯 为云筹谋的朝中重臣 有的是 这帮子啊 这帮子啊 自己就综上来了 布君统领 托克齐 在太子复位后的三年内 很快就成了太子的心腹 并且呀 成为了太子党的新领袖 身为九门提督的托克齐 很快呀 就把原来索额图的残余势力 笼络到了自己和太子的身边 您比如说这兵不尚书 耿额 行不尚书 齐是武 不但如此啊 他们还拉拢了康熙身边的 大太监总管梁九公 喜欢听清代早期 侠义评书的好朋友们 对这个名字肯定熟悉 什么雍正剑侠图啊 武龙捧圣啊 这个名字经常出现 哎 这个人物啊 他不是编的 历史上是确有其人 那么他们怎么联系在一起呢 就是这托子齐啊 在自己家里 经常组织酒局 这些个人呢 就应邀参加 一起在饮酒之余啊 就会密谋大事 这一下啊 算把这应人真给害了 因为这件事啊 没几天就被这八爷党的党羽啊 举报给了康熙 有了上次废太子的事啊 康熙对太子接党的事 是非常警惕 这一声令下全抓 这康熙老佛爷一琢磨呀 好家伙 这一桌子人 没一个擅长 耿额七十五 那是兵部刑部的最高领导者 这九门提督 不但主管着京城的防务 是京城的最高治安长官 而且呀 还是这皇帝 朝廷的特务机构 大太监梁九公就更了不得了 整日就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 这帮人要是联合起来谋逆啊 那可真是挡不住了 康熙皇帝一咬牙 心想啊 得了 这太子的德行啊 已然在这摆着了 这回啊 咱们彻底解决一下这件事吧 要说狠呢 谁也狠不顾皇上去 素来宽人的康熙皇帝 这回啊 把心里这点狠劲全拿出来了 托克齐被逮起来后没几天 连病带下就死在狱中了 皇上说这不算完啊 把他尸体焚化 挫骨扬灰 这七十五就更惨了 一哈长的大钉子 被钉在了墙上 活活钉死了 耿额绞刑 十四岁就静身进宫的 大太监梁九公 伺候了康熙皇帝一辈子 就因为自己没战队队伍 被这康熙皇帝终身监禁 就关在畅春园里 后来这梁九公啊 听说雍正做了皇帝以后 不知道怎么地呢 就自杀了 处理完了太子一党 那自然就剩下应仁了 太子呢再次被废 又一次灰头土脸的 从太子寝宫 玉庆宫当中搬了出来 搬进了圈进他的小院 咸安宫 废太子应仁啊 这次心里明镜似的 再复位的可能性啊 等于零 好在呢 这自己的生活还不错 爸爸活着的时候啊 这康熙皇帝 就没委屈了他 到了这雍正朝啊 雍正皇帝 同样是优待废太子 虽然这废太子 一直被关在紫禁城外西路北端的这个小院 看刘新武的书记了 那就是《红龙梦》里出场最短最有故事的女性秦可亲》 这您得自己翻书去 这咱们讲的可能性很小 雍正二年12月14日悟客 康熙朝废太子应仁 在紫禁城的幽索 咸安宫当中 撒手人寰 空事了 就被葬在了他的原浅 济县黄花山的石头营子村 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就在弥留之际 这应仁啊 还多了多缩的 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言辞 颇有鸟之将死 其名也哀的味道 他说皇上 当年啊 咱们俩人的关系 虽然谈不到好 也谈不到不好 我是个犯了大罪的人 得罪了黄考 伤了他老人家的心 皇上登基以后 不念钱了 对我是百般的照顾 如今呢 我病得要死了 我也没必要啊 多说好话 拍您的马屁 就是俩字 感激 我知道啊 皇上您登基以后 要想要我的命啊 两寸的一个小纸条 就把我刺死了 可是您呢 念及兄弟之情 并没这么做 我呀 还是俩字 感激 可以看出 头死之前啊 这应仁 终于活了一个 明明白白的了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今天呀 二二个应仁的故事 咱们就讲到这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 更新下去的 最大动力 您记住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